Hi, I'm Rimi 今天教大家怎么清理鱼的内脏 会有一点血腥 我敢看的可以跳到2分36秒 用超简单的调味料来蒸鱼 看见箭头吗? 把鱼的下巴和肚子剪开 它们是连接的 然后再顺着我的手指 把鱼肚剪开 这先就是鱼的内脏啦 我们要把它取出 你们看到了吗? 它这里连接着的 就是说我刚刚没剪好 所以我们要剪开它 然后再剪开鱼的下巴 不要把鱼的嘴巴给剪掉哦 只是下巴而已 这样就可以方便取出鱼塞啦 把所有的鱼塞给取出 像这样拔出来 我指的地方 最内侧一起拔出 再来就是肚子的内脏 嗯 这条鱼没有鱼蛋 所以直接取出到完吧 鱼肚里面的水块 一并清除 清水清除干净 好啦 泼鱼就这么简单啦 里面刚刚进去的什么都没有啦 OK 我们现在准备 蒸鱼的材料 还有调味料 清洗番茄和辣椒 每次买番茄和辣椒它的浓药特别多 所以一定要清洗 准备些姜丝 一部分 就要浮得再浑 后面 蒸鱼 细菇 蒸鱼 切磁 蒸鱼 切磯 冷却 切句 番茄切块 辣椒要不要放也可以哦 我只是拿来切丝点缀 准备蒸鱼的调味料 蚝油、酱青 盐 白胡椒粉 和糖 搅拌均匀备用 往后切开鱼肉 准备一个碗铺上姜丝 这样鱼皮就不会粘在碗上了 再来就是把所有的姜丝塞进鱼缝里 像这样 然后再把番茄放上去 把刚刚准备的调味料全部倒进去 这是我刚刚切的辣椒丝 可以开始蒸啊 由于我的鱼不是很大只 所以我只是蒸一个十分钟 差不多500g里面的都蒸十分钟就行了 最后淋上麻油就可以开吃啦 超简单的蒸鱼就这样完成了 我一个人吃配上一碗饭 能带给身体的能量都在里面 营养齐全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